孔子有一次和他的弟子讨论管仲的问题 孔子说 像管仲这样的一个人 曾经九合诸侯 一筐天下 靠的并不是暴力 靠的是仁德 如果管仲自己不是一个仁德的人 那么他怎么能把事情做到这一步呢 那么他的一个弟子叫子贡的 我们看过吴越争霸那一集的话 可能都知道子贡这个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辩才的人 那么子贡就跟孔子说 他说 管仲这个人不但不能够为他的主人而死 就是指公子揪了 反而去辅佐他的仇人 就是公子小白 像这样的一个人也能够算作人吗 这个人的话是仁德的意思 那么孔子怎么回答呢 孔子说 管仲向皇宫 霸诸侯 义筐天下 民道于今 授其次 微管仲 勿其批发所任矣 启若匹夫 匹妇之为量也 自敬于高渡 而莫之之也 孔子是说 管仲辅佐齐桓公 不但称霸诸侯 一筐天下 而且他重新树立了周天子的权威 又抵挡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入侵 如果不是管仲的话 我们的文明就会受到那些游牧民族的威胁 受到很大的威胁和倒退 所以管仲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 他并不在意普通人怎么去评价他 如果不是管仲的话 我们今天可能就会披散着头发 一筋向左开 就像那些少数民族那些未开化的文明一样的生活 所以说其实我们今天能够保存我们的文明 是受到管仲很大本恩惠的 最后他说管仲不会像普通人那样 就是守着小信小义 死在沟渡中也不会有人知道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 他也许是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 把京市寄民治理国家的具体方法留下来的人 在和齐桓公的第一次对话中 管仲首先强调道德立国 他说 理义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 然后告诉国君 如何爱惜民力 如何御兵于农 如何发展商业贸易 如何筹措军费 如何征兵 如何处理外交关系 和对外发动战争 到最后如何尊王攘仪 成就罢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